南花在养活的过程中经常容易出现胶尖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的南花出现这种胶尖 你就是给它剪100次也没有用 因为无论你剪多少次 它这个胶尖还会继续发生 直到你的叶片被剪光 这个胶尖还是存在 那么就是为什么呢 其实像这种胶尖 它不是生理性的胶尖 而是病理性的胶尖 那么病菌其实还存在植株体内 你不杀灭这个病原菌 它后期也会一直胶尖下去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先把胶尖的部位剪掉 给它多剪一点 那么剪掉这个胶尖的部位之后 我们要给它用药 用上杀菌药来清除这个病原菌 这个时候再用一些普通的防护型的杀菌剂 效果是不明显的 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渗透力 类系性比较强的杀菌剂 那么我一般用的就是这个本甲笔座纸 本甲笔座纸它是胶囊型的 我们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取一个喷壶 在喷壶里面装上500毫升清水 然后再取一粒 本甲笔座纸放进去 把它溶解 完全溶解之后 再给你的南化进行整株喷湿 我们大概5到7天左右给它喷湿一次 连喷2到3次左右 就能够杀灭植株体内的这个病原菌 那么后期它就不会再出现 这个病理性胶尖的情况 当然大家要注意分辨 病理性胶尖和生理性胶尖 病理性胶尖都会有这条黑色的横温 而生理性胶尖是没有的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